你好 想弄点啥 老板 我有个价值连城的东西 你能不能收 价值连城的东西 让我看看呗 哦 一块大头银圆 大头银圆啊 确实能吃点钱 但是你说价值连城 有点说的说不过去吧 以这个东西价值我也知道 你也不用忽悠我 哦 你知道它的价值 对 那你这想卖多少钱 想卖多少钱 我想卖一百万 多少 一百万 躲了外表 一百万 对 一块大头你想卖一百万 你值多不少 我的天呀 你这 你这从哪来的呀 你就想卖一百万 你不跟你说下情况吗 俺老爷 他这个人啊 重来请你 你老爷给你的 对 但是来安家 就我自己 你老爷没有孙子 没有 只有你这一个外孙女 对 知道 这趟到病床了 都说不了话了 他勉强给我 哦 一开始不愿意给你 对 他都不给我 叫我贱都不叫我贱 那你老爷给你的时候咋说呢 给我按照的说了 这种衣 唱到他这已经穿五六代了 五六代了 对 那靠谱 这个东西是民国的 距今啊 已经一百多年了 那确实是经历了五六代人了 五六年前 他说今天都出一百万 当时没有买 哦 你老爷说 五六年前 人家出一百万 没买 对 他给我说了 这个东西 不到万不得一 不要买 那是啊 那你老爷给你了 你也当传家宝留着呗 那为啥 现在要出手啊 我这不是找个男朋友吗 他们家没有钱 这接了我们 你住哪里 对不对 我得买房子 哇 你这好厉害呀 等于说你找男朋友要结婚 他家没房子 你买房子 对啊 那住哪里 我明白了 你现在的意思 就是拿这块银元 传家宝银元 卖了 买房子 对 我跟你说啊 这个东西 我看了 真的 没问题 确实挺不错的 一块大头银元 但是大头银元 可没有值那么多钱呀 一般的 也就一千多块钱 按老爷说了 这不是一百类 这跟人家的不一样 你好好的看看 不是一般的大头 我仔细瞅瞅 现在 没有看到 特别值钱的版别 就是年字是个小点年 名字这里有断笔 叫断笔名 然后滑着这里有个挑钩 这叫挑滑 背面有一个右钩芒 挑滑右钩芒 断笔名 小点年 版别 小版别很多 几种版别 急于一身 但是 你要说 它比普通的银元贵吧 确实能贵出一些 即便翻倍 也就两三千块钱 但是你说 值一百万 这不太可能 更何况 五六年前 五六年前 一块普通的大头 才五六百块钱 是不是 你就现在 以前就带版别的 给你一千块钱 了不得了 怎么可能 能值一百万呢 这中间 是不是有啥误会啊 这能有啥误会啊 他跟我说的 请你主主 命命外外的 反正就是 你老爷当时 给你的时候 就说能值一百万 对 而且是当时的价格 你现在就都五零年了 你要值一百万的话呢 我这边还真收不了 你要说是 你给我拿 我给你拿个两千块钱 你要卖的话 我愿意收 但是你要说一百万 我真是爱莫能助 那你两 来 你还是你的东西 那你收不了 那我肯定得收啊 对不对 我住在这 买房子里结婚用了 对不对 不是美女 你听我说 我一说 你靠这个买房子 真是不太现实 你想想其他办法吧 这个肯定是 中间有误会 吃不了一百万 那我带多 要我能光顺 你的一面子是 对不对 那对 那对 你多问问 多问问啊 谢谢你老板 再见 再见